數到三次都請拿下來 一 二 三 是同一個人嗎 怎麼完全不一樣 這是老外吧 對 我覺得差很多 你葡萄牙人吧 對啊 他中南美洲的吧 真的嗎 像葡萄牙吧 我鼻子剛去動而已 那我好像混血了耶 真的 怎麼可能 怎麼會變這樣子 我覺得你比較重要 是要先把自己的皮膚先顧好 這更好 皮膚是最當大家注意到的地方 對 滿接詐騙分子耶 這簡直 判若 判若八人 八人 你為什麼要整得這麼像老外 因為鼻子剛做第八天而已 所以會比較 還有一點腫 那你的眼睛到底做得多大呀 就是割雙眼皮 不脂肪 只有這樣而已嗎 還有開眼頭 開眼頭啦 所以差點整個變那麼大 變好大 哇塞 整個人生不一樣了耶 我覺得你不用再整了啦 你牙套 等牙套好了就覺得 對 牙套好就好了 你再整就太多了 對 你的腿 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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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會不會再整 我們要問Wendy老師 你覺得他會不會再整 會 一定會的 因為這種就是一條不歸路 這樣子 對 但是其實要提醒 像一般來講的話 當我們在走上這條路的時候 後面的微整形 真的可以適當的考慮一下 這樣 動太大的話 有時候當每一個人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沒有特色了吧 竹顏真的整得不像那個路人 那個Facebook上面那些女生耶 她今天有另外一種特色 對啊 就是她自己 感覺不一樣了 嗯 但她因為鼻子還沒有消 消了可能會 自然一點 自然一點 對不對 哇哩咧 哇塞 我現在這樣看起來都不一樣 頭好暈喔 我現在訪問八個人也 一看都美女啊 都美女都美女 剛剛要是把照片全部擺在這邊的話 要是約會的話是沒有人來的 老師說是 OK Next one 好 歡迎我們今天最後一位 辛瑞 歡迎 來來來來 這邊 因為辛瑞OK啊 是要整什麼 你自願被這個 天哪有的爸爸嫌是不是 對啊 因為以前就是 呃 交了一個家事不錯的男朋友 那因為就是 呃 被他爸爸看到我在皺眉頭 然後他爸 我們分手之後 他就跟 跟我說 啊我爸說 幸好分開了 不然不要取這種 就是 會帶吹的心不回來 這樣子 你的臉多負太像啊 就是牙齒擦了一點 你的鼻子也很大 對啊 又有才有 那你要整什麼 沒有 因為我也很在意我三根很低的問題 對 那我之前聽我一個朋友講說 因為三根高的話 代表女人的婚姻嘛 那我就 想說這個要 一直整這樣子 那我都用微整形的部分去填補我三根這樣 那我以前法律文很深 然後 呃 同事都笑我說 可以夾死蚊子 所以我也很在意 所以我都用拉線的方式 把這些問題把它改善掉 黑眼圈你也去動了 那你後來有墊鼻子嗎 對 我沒有開到都是用微整形的方式 喔 用字體的方式 所以你真正做了什麼 就是 墊三根 對 埋線 埋線 那你抽紙是補什麼 抽紙補三根的位子 跟鼻頭的位子 喔 你鼻頭還要補喔 那大小的呢 就是 三根 有用線去把它埋那個型出來 因為我沒有勇氣開刀放假體 但是就是微整形我可以接受 而且比較自然 這是重點訴求 對 那以前的臉比較臭是吧 以前的臉 臭老 臭老 對啦 因為這個臉它是26歲的時候拍的 26歲長這樣子 有一點點老耶 真的好可憐喔 對 行老開蛋這樣子 但是你今年幾歲方便會嗎 我今年33歲 33歲 但這是26歲的照片 對 補了67年了 來 1 2 3 請 美麗氣線 愛漂亮沒有重點 就像我美的境界 惹不曖昧 秀氣好多喔 秀氣好多喔 也要精緻 我也很喜歡 精緻一些啦 而且就是像自己 對 不太像整形的 就是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是這個人 自然 為什麼不考慮放假體就是 我覺得微整形自然 雖然很花錢啦 要一直補 可是就是訴求很低 沒關係 妳有這麼多東西可以補的 真的 真的 可是我覺得她很自然啊 對 這樣很好 因為她沒有用很多東西進去 很像她自己對不對 可是又比原來那個 年輕 對 她很像是淘氣 升級成自己氣的感覺 所以妳那個皺眉紋 那個都打掉了嗎 對啊 都打掉了 就是抬頭的 抬不起來 抬不起來了 不會再說被帶衰 好棒喔 好 謝謝 請回座 謝謝 看了現場 幾位人工美女的成功改造 是不是也讓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們 心動了呢 不過還是要注意醫生的話 適當的整形是OK的 但整過了頭就不好囉 她是整出來的啊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沒有問過她本人 反正就是 現在大家的整形範本就對了 對 為什麼她會成為整形範本 我覺得她有幾個好處 比如說第一個她的鼻子 有人票選什麼亞洲十大美鼻 她鼻子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說大家可以去注意她那個鼻臉 從那個眉毛內側到山根這個地方 她有一個很漂亮的弧度 我也要 你可以把我變這樣子嗎 可以 這做得到 這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人會注意鼻樑或是鼻頭 那這個其實已經不稀奇了 而且很多人做完一根擺在那個地方不自然 就是因為很突兀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弧度做出來的話 它就很自然 所以Angela Baby她的鼻子很成功 就是她有這個線 我們叫做鼻影線 因為兩邊這樣下來有人說她是Y字線 所以我覺得鼻子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她很自然 再來就是她的這個下巴 她的下巴也非常漂亮 那下巴漂亮在哪裡呢 就是說她下巴不是很明顯說 做得很尖像錐子一樣 或是凸出來 對 她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說她側臉的這個弧度 其實大家可以看喔 幾乎所有的美女一定有這個弧度 對 她這個地方 很多人她鼻子眼睛都很漂亮 但是沒有這個弧度 我沒有別的意思 默默又中槍 有這個弧度就會覺得她的臉喔 很緊 所以 像她的這個側臉啊 不管是正面看或側面看 她這個弧度都很好看 我覺得她講上去我可能 我被 走不出聲音頭 沒事沒事 再說 但是這個其實 所以這很重點 如果你要整的話 你要整 第一個是 可是我看不是只有三根 她額頭也要跟著考慮對不對 對 沒有說這美女其實還有概念 我可惜 其實做足了功力 是不是 臉很大 沒有側面線條的 主器 這不臉上 高度夠了很多是不是 其實我們一般額頭 像有些人那個 整完那個鼻子會像通天鼻 對 就一根這樣子 對 那個好難看 就很怪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好是我們的這個額頭啊 要比我們的三根這個 大概高0.5公分 高 要有一個弧度差 但是這個弧度差 你又不要說又有一個斷層 所以你又要有一個 就是從側面看要高0.5公分 但是從側面看要有一個 這樣的Y字線的弧度 它做出來就會很自然 對 那剛剛講到說 像這個 這個側臉這個 我覺得可能大家一直在提說 剛剛鼻子下巴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嘴邊肉 我的天啊 要好像很正確 這樣 兩次 這